今天是我們 2023 年 1 月份 是今年第一次的《見世祈福法會》 每一次在《見世祈福法會》 總是要跟大家做進度報告 當然在冬天 外觀上不會有進度 但是在行政作業上 現在本身在跟我們已經零選好的 建築設計公司 在談整個合約的內容 當然這部分還是由我們的工程顧問 還有我們也聘請了專業的法律顧問 就是說律師是專長 在建築工程方面的律師 這也是由本山工程監獄 由我們的顧問去領選出來 所以講起來是對於我們的這一步一步的進展 都是比較是很穩定的在推進著 當然我們也不是說就只有等候了 因為這個建築設計公司 他們給我們看一個進度 他的進度照說 他定在四月份 他的圖要完成 那個所謂圖就是從平面設計 平面設計當然必須根據我們的命機大小 然後我們的功能需求 最主要使用者的需求 當然現在有個很現實的問題就是 隨著時間越往後推 現在各方面的費用一直要追加 比如說光是一個材料 他要預估 要估價 我們簽這個合約是包含他的這個估價 是在內的 所以應該是很謹慎的在推算中 因為材料在這一年多以來 就越來越 就是這個造價會增加 另外是人工 現在是你有錢請不到人 有錢買不到東西的這一段時間 那當然我們還好 我們是在明年才要動工 要動土典禮 然後開工 明年 希望在這個還有一年多的時間 這個世界的局勢要回穩 不管是一些建材 其實光是烏克蘭 它提供給供應全球的一些金屬 就包含鋁 鋼 鋼這些 都是比較大宗的輸出 那所以如果這個戰爭 但戰爭就算停了 它的恢復生產也不知道等多久 所以這是一個未定數 總是人工也會貴 材料也會貴 在這個時候 我想設計公司他們應該是會為我們爭取 怎麼樣是最合理的這些估算 那也是要按實際上的支出去算 在我們想建得越大越好 因為我們地很大 我們光第一期開發的就十acre 十acre是甚麼概念呢 各位如果去過多倫多佛光山 我在那裡醉酒 所以講那個大小 所有功能要放進去 其實它到發展起來還是不夠用 但至少 如果以兩百人在裡面活動 那是非常的寬鬆 到五百人就會剛剛好滿 到上千人 這個幾個殿堂就要怎麼講 要安排好這樣子 那如果戶外像園遊會啊這些 到三千人還好 超過三千人到五千人 就光是一個停車 就要借好多像馬路上要申請停車 然後鄰居還好 鄰居都對我們很好 我們一向都敦氣慕鈴 鄰居 我印象中 這邊借三十個車位 對面借五十個車位 然後借到Go Bus 人家的運輸公司 巴士站也要跟人打招呼 要停 就是你到五千人就是這樣 所以我就以這個概念來想 當然以人口比例來說 我們渡太華遠遠不及多人多 所以只能用比例來看 不能用實際人數來對比 但總之呢 我說十個acre 我們總共是97.5acre 總共 前面這一期開發十個acre 各位從馬路邊入口轉進來到森林邊上 我們現在要開發要建築就是要砍樹 但我砍得很掛礙 我們都是種樹的人 那為了環保 為了這個大自然 應該要保護 但是因為我們要開發建築 所以只有 這是要砍樹把這個地開啃出來 所以我覺得比較好受一點就是我們發願 都要去算 我們每砍一棵樹就要為地球種回十棵樹 那建築面積有多大呢 現在要看建築設計師他們 按照我們的需求把圖畫進去 剛剛我說 我們希望越大越好 教室要很多 禪堂也要很大 不只大殿大 禪堂如何如何 災堂也要很大 低血房美術館都要很大 想是這樣 但是如果從預算上來看 你就會自動一直說 一直說 說到有的時候還要爭取 大殿最大 大殿的大小呢 比我們現在整個 這個臨時佛堂 整個三千五百平方尺 比這個還大一點 大概三千六百多平方尺 但這個是按照我們所需求的 功能需求去算 只是一個表格 你要容納多少人 我們用一百八十人去算 當然是很寬敞 到時候進來兩百五十人也不是問題 那按人數推算 他站起來的包含拜燦 包含上佛學課桌椅 算進去 就要比這個還要大 那其他的第二大就是災堂 像這樣 就是要把這個需求表格列出來 然後設計師就畫平面圖 平面圖之後 如果通過 他的結構啊 走廊在這一邊啊 廚房的動線怎麼樣啊 都畫好了 然後就可以畫 就通過了 就可以畫立面圖 立面圖出來呢 那外觀圖就落實了 所以他整個的設計是 跟實用跟美觀都是要兼具 那所以現階段還在談 這個合作的契約 包含造價的預估 他們按照我們提供的功能表 需求 禪堂多大 我們沒有辦法有一個大禪堂 我老實跟各位說 但是爭取到一個小禪堂 那如果真的要多人禪休怎麼辦呢 就是要在大殿 就是說你同一個空間 你要有不同的功能 那這樣子還可以爭取到 這個就是譬如說 有一些療房 會看我們現在法師人數 大家看了法師人數多啊 很高興啊 我們那個圖的規劃就改變了 本來法師療幾間 現在增加了 像這樣 哪裡一定就會要消減 為什麼呢 剛剛講 按照整個的建築經費的預算 去放進去算 現在建築公司他們正在很好的計算中吧 總是他們說四月份要把外觀圖提出來 所以我請教總本山工程的執行長 會執法師 我說六月份 我們要把大型的外觀圖的看板 要把它立起來給大家看 可能嗎 他說六月可能 不是可能 他說一定可以 六月份一定可以 所以我們就排了一個七月九號 有一個揭幕儀式 所以這個時間 就是一天一天 一個月一個月 都必須on schedule 你是走在這個 安排的形式表上的 所以講起來現在一月中很快 如果到六月份 這個圖要把它大圖輸出 就像大型的看板把它立出來 時間也好快 所以其實我是有一點點小擔心 小擔心是什麼 因為它的建築經費預估在提高 所以在所有的功德項目的籌款也好 或者說 各位有沒有覺得 我們最近很努力在做速食義賣 有感覺到嗎 有感覺 是真的要各方面 所以如果說都靠我們 這個叫原班人馬 就原來的信徒 護法信徒 那其實各位都已經登記建築功德的 都已經供養佛像 供養什麼都登記了 所以應該我們就要過完年後 要成立建築籌備委員會 然後邀請 有一些是跟募款有關 有一些是跟功能的使用 要一起共同來參與意見 大概會這樣進行 那說過年也好快 說著說著 今天都可以拜早年了 過小年 小年也過了 星期六就除夕了 再來的星期六除夕 好快一年年過 總是講回來說 我們在今年的過年 除了疫情這三年 這是第三年 終於我們嘗試著開放 開放讓社區的朋友們 一樣可以走進來 也過一過 這個歡樂中國年 看看我們華人 華人世界裡頭 一年當中最重要的節日 那就是春節 代表著一年的開始 代表著這個生生不息 大自然有一個新的循環開始 總是這個年 是要歡歡喜喜的過 也要充滿元氣精神的過 所以大殿內 各位回來看到 有好多都是兩旁的 各位看到四席 四張四組桌子 然後上頭掛著一些 這是剪子 那邊還沒寫 那個是要寫春聯的 各位如果用過餐 有一點時間 可以去那邊寫 或者在家裡先練練字 再來寫都可以 其實你寫完 你自己帶回去的 導師是很希望 你們帶你們家裡的小朋友來 年輕人 小菩薩 讓他們寫個平安 寫個吉祥 他們體會一下 那個毛筆 毛筆怎麼拿 他們有的寫下去 就很驚訝 這筆是軟的 第一次感覺得到 總是讓他們來做這種 互動式的文化體驗 就是他自己 他要剪子 他要寫春聯 書法 那這邊前面要 各位看許願書的 這個許願卡 就是在那邊登記在那邊寫的 還有佛前的 憲燈祈福都是 後面那一邊 掛著那個字 其實大師師父的字 分兩個時期 這個時候寫的字 比較細 比較小 之後眼睛開始看不清楚 慢慢看不到了 慢慢只看到光影 實際上看不到了 但是有影子可以感覺得到 到只看到 只感受到影子的時候 那個字變得很浑厚 大概八十歲過後 到八十八歲 那個時候九十歲前 寫的是很浑厚 有力 那個時候就不是用肉眼看 那個時候是用內心 對於佛 對於法 那種自信流露的肯定 所揮灑出來的 各位看到我們 這個佛前的心經牆 師父 這是師父的字跡 那我們把它就是用複寫紙 把它複寫上去 然後當時我們法師們 因為都在疫情期間隔離 工程人員正在做進行室內的一些 包含佛前 佛台等等的工程 工人也不能夠來 我們法師們就就著這片 圓弧形的心經牆 本來是跟印刷廠約好 是想要供養一部金鋼精 我還想 如果有一幅金鋼精 供在佛前 然後讓大家供養一字十塊錢 大家一起這樣子 當時幫助見識 但是因為隔離的關係 所有的工廠通通都停下來 也不能夠開工 當時想 這印刷廠也不能開工 一個殿堂 我們不能坐在這裡等 所以就問 當時的我們的設計師是竹熙 問竹熙 油漆要用什麼油漆 他說要有底漆 要有什麼漆 最後在油漆 他用手機拍 那個顏色的卡有編號 用手機寄過來 WeChat 我看 我說我要幾號的油漆 都在網上都不能出去 然後他幫我們訂 然後送貨會過來 當時就用這種方式 油漆 字呢 就我們法師們 當時還有三位廟會童女 現在也是法師 就這樣慢慢一筆一畫 用毛筆 舊的毛筆 沾油漆 用點的 不是這樣一筆畫寫下去 是按照師父的字跡 然後就用點 然後須須用線 慢慢慢慢 把它填充起來 那就是大師的字 所以我說在那裡拓印 你們拓印的 不要懷疑 那真的是大師的字 八十歲以前 七十歲以前 那個時候眼睛看得到 一筆一畫很仔細 到模糊 看不到了 就灰灑了 但即便是這樣 各位看 這幅《波瑞心經》 各位知道 大師幾歲的時候寫的 寫在哪裡 落款的地方 落款 星雲九十 九十歲的時候寫的 那個時候更加是模糊 看不到的 但是可以這樣寫下來 各位可以試試看 閉著眼睛 你不用拿毛筆 你就拿你隨身的原子筆 這些一般的圓珠筆 閉著眼睛寫字 你看看 你敢不敢寫多兩個字啊 還有寫起來怎麼樣 所以 想像一個老人家九十歲 眼睛看不到的 只有影子 而且非常模糊 到現在是完全看不到 但是師父寫的字還很多幅 這只是其中一幅 我們就借助師父的這種願力 他的能量加持我們 所以我們把它描繪上來 所以各位知道 其實這個殿堂雖然是臨時的 所以臨時是說 工人暫時在新道場蓋好以前 我們在這裡 該精進共修共修 拜佛拜佛 聽講課開會活動 通通都在這裡 未來就是道場所需要的 都在這裡先使用 之後那邊蓋好 蓋的時候 這個也是因為要 這個新的設計公司 還要聽他們的意見 我們之前的規劃 為了爭取更多的空間 這裡會獨立成為一個教學區 叫做社教館 比如說比較動態的課程 這個Yoga 太極 這個課程還是動態中屬於靜態的 但是如果說 這個法骨隊 要打鼓 或者青年團 他們要唱歌表演什麼的 有聲音的 有動態的就會在這裡 包含三好兒童班 這些都會在這裡 其實他比較靜態的 雲子上都在道場 但這邊教室都可以講社教館 就分擔了我們的教學的 教室的這些空間 暫時是這樣子規劃 總是跟大家說 這個室內要過年 我們這樣布置 包含很多人問什麼叫佛光年宵 今天會 明天吧 我們在WeChat上的推文寫了一篇 我在早安佛光 也這兩天講了一下 其實這個年宵 年宵本來這個名詞來自香港 要過年的時候 我們本地有沒有香港人 國真世界 香港人 還不叫人修 行人修 行人修就是去逛年宵市場 是嗎 還你過一時 很過一 好 Violet 都還香港人 不是啊 不是啊 哪邊導演啊 馬來西亞 好 我們還好這裡就是國真世界 來自香港 是香港講年宵 John 千雲不算 不是出生越南華僑 但John 是香港 所以都有聽過年宵 是不是農曆過年的時候 出去逛啊 逛年貨啊 買年貨啊 很多東西可以看的 看花式 看什麼 這些年貨 就是逛年宵的意思 零三三 除夕晚 出去逛年宵 最早呢 我們辦了一個佛逛年宵 最早辦在多仁多 那是一個姻緣說 我們出去參加人家 應邀了 人家外面那個商業的 他們共同租了一個好大的地方 在那裡要過年 那我聽了我覺得不錯啊 我們去設一個雲水佛堂 給大家上頭住香 然後發吉祥紅包給大家祝福 結個園這樣 但是呢 我看第一年就覺得 勉勉強強 賣一些村林啊 賣一些也是挺熱鬧 到第二年我就覺得不對啊 佛菩薩在那裡好委屈啊 一堆人 這是吃一些昏的東西 在那裡烤肉啊 賣那一些啊 熱鬧的商品啊 然後佛菩薩在那裡 我就總覺得 還有我們的義工 我都覺得辛苦 覺得太委屈了 後來第二年之後 我們就不去參加 我們自己辦 那既然叫年宵 我們也辦 就叫佛光年宵 然後就把這個 就辦回到道場裡 那多人多佛光山 它的五官堂 可以容納五百人 我想這應該夠大了 結果後來沒想到 因為有佛光年宵 一年一年辦下來 辦到第三年 人數已經到五千人 再過五六年過後 一個過年除夕夜 上萬人 上萬人來 所以就 這個是在多人多特有的 因為香港人特別多 他們也講到佛光山過年 那個才叫年位 而且又有佛菩薩 護佑加持 一年開始 一定要洪福齊天 就是要很大的加持祝福 都要來 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 雖然我們都到場還沒蓋 地方也沒有 就這個小小的殿堂 但是要給大家感受一下 所以我們設了一個在正後方 這個就是佛光年宵的縮小版 縮影 各種的年貨 或者大師的墨寶 每年給我們的飛春 春年的祝福語 的文創品 有這個掛起來的掛飾 捲軸 牌匾都有 另外還有這次比較特別 一個年輕人 他多年來收集到日本去 他每一次去 就去買一些 迪士奈樂園 他們出的那些小公仔 叫做什麼 毛公仔 總之 就是都是很特別的 他捐出來是 就是很割愛 捐出來給大家 當年貨再請 那個是收藏版的 不容易 總之看著就覺得過年熱鬧 右後方現在還沒有 會不會用過餐之後就會看到 應該現在是已經來了 再等我講完話 等一下 年菜就要擺上來 因為這個年菜 今天擺上來 是早上五點 我跟知聖法師開始 我在做 我們便當來了 早上五點 起來開始做 這樣比較新鮮一點 所以就 等一下會看到 那總是 剛剛講 這也是見識籌款 確實是義賣的 好 那這樣講起來 戶外 戶外啊 我們的金剛 晉晨師兄進來了 吉祥番掛起來了嗎 我聽不見 還沒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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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對啦 十五分鐘要進來暖一暖 十五分鐘就進來 太冷了 又沒辦法帶手套 因為要掛很多細的功夫要做 戴著手套抓不到 所以今天零下十幾度 這個真的 可能掛那麼兩三個 看如果時間差不多 趕快先進來 那個Propine的暖爐開在那裡 好像幫助不大 好好好 我們新的金剛師兄 非常非常歡迎 那總是 戶外的造景 一來是過年 二來其實是在未來新的道場 之後要設計戶外景觀 景觀在設計的時候 造園的時候 就要把這些 我們過年過節也好 特殊活動 比如說園遊會 如果我們舉辦一場夜間籃球賽 這也不是不可能 我們附近的警察派出所 那個警察 他們來看場地 還帶朋友來說 他們說可以借我們打籃球 他們下班來就晚上 我說 警察晚上來這裡打球該多好 順便 附近沒有人敢過來吧 很安全的 戶外的規劃 我們今年測試很重要 我們的設計師聽說我們有戶外造景 很客氣 我們說我們可以過來看嗎 想瞭解一下 認識你們 然後更加瞭解你們的需求 非常好 初一 初一大年 除夕下午 先有其中一戶 另外初一還有 按照他們家庭的時間 也要來過年 了解一下我們的需求 所以說 一個建設的進度 實際上的工程沒有進展 但是剛剛我所講的這些 包含測試版本的戶外的佈置 其實都在進行著 所以讓大家先了解一下 很快 今年 講著講著就今年 先有外觀圖的設計 要向社區招告所有的 我們這個可以到得了的 大家都要知道這個設計如何 明年的天氣好的時候 大概六七月的時候吧 明年就會有洞土開宮典禮了 以上簡單這樣報告 當然在這裡邀請各位 這個星期六就是除夕 除夕我們舉辦延伸普佛法會 法會後要向佛菩薩慈睡 這是非常傳統的中華文化 晚輩要向長輩在除夕的時候要慈睡 然後一起守睡 然後到第二天大年初一向佛菩薩拜年 當然我們在佛光山也會向開山星雲大師 慈睡 然後第二天拜年 然後也要向總本山總住持 新寶和尚全山大眾 我們都要慈睡 所以如果除夕我們時間 把它推得比較晚九點 這個就方便大家吃年夜飯 完了之後過來 就一起參加延伸普佛法會 然後慈睡 如果家裡頭全家 特別我覺得要重視兒童教育 小朋友來 你讓他明白什麼叫慈睡 或者是晚上不方便 因為九點法會大概到結束到十點 之後我們接下去十點到十一點 就要燒年香 然後敲開年鐘 就是平安鐘 以後我們到場會有大鐘鼓 那很感謝這是藝術家法成縣老師 特別去為我們挑選 然後惠宗師供養我們結緣 就是我說我們不要大 要空運可以寄過來的 就是這一口鐘 那除夕夜大年初一 就會請到這個佛光大道 讓大家上投注箱 如果說這煙很熏 有一部分就會移到外面去 各位看到這尊佛像 就叫佛光大佛 佛光大佛在哪裡 在佛陀紀念館 所以這是佛陀紀念館的 原型縮小版 是一模一樣 就是縮小版 這是大師的慈悲跟智慧 就是按照佛陀紀念館的 這個佛光大佛 然後縮小版之後 如果我們的護法信徒家裡頭 你要設置一個佛堂 你不用再到處尋尋覓密 去找佛像了 請過來 這尊是比較大尊的 道場這邊會供奉 另外有一尊 我忘記10吋還是12吋 小尊 大概連坐10吋左右吧 沒有辦法再比了一下 就是更小 小尊的 就是適合一般家庭供奉的 我們請了五尊來到沃泰華 當然從佛陀紀念館請來 如果你們有需要的話 我們過年會將小尊的 家庭就要給你們請回去的 佛光大佛 會在大殿內 共奉家持 如果需要的話 你們或者跟當家知印法師聯絡 或者跟法務負責 現在法師是妙讓法師 都是道場的成長之中 都很有進展 總是希望大家星期六除夕 或者全家用過餐來參加 延伸普佛法會 燒年鄉 夜景 就是除夕夜 看到這一全 現在各位如果待會用餐完 你們出去看一下 那個大型看板 那個其實不是看板 那個就是 丹丹來了 這是各位看那個圖好美的 我們的青年丹丹設計的 你們現在可能還不太清楚 我在說什麼 請你們用過餐後 走到外面看看 那個kitchen trailer 是把師傅的墨寶把它放大 然後最主要是右邊的 最右邊的大型的container 貨櫃 那個貨櫃40尺長 9尺高 這樣這麼大 上面就一幅 一幅賀年的吉祥語 就上面寫著新年快樂 Happy New Year 丹丹看到有沒有覺得 就是要這麼大 開始的時候丹丹說 要做到那麼大嗎 這要貼在哪裡啊 終於看到了 是不是就這麼大 很氣派 你們可以在那裡照相 很好看的 加上那個雪地上還在那裡 不過大家走路都要小心 好了今天好像畫家長這樣 跟大家報告工程進度 邀請大家回來 星期六延伸譜佛法會 大年初一就是新春里千佛法會 一起回來觀賞我們的小朋友的這個法谷隊 法國營兵賀新年一個拜年的特別準備的這個節目 另外還有佛光合唱團 佛光合唱團 佛光合唱團要現唱 一起在大年初一 法會後我講完話 大家拜完年 就欣賞節目 也有貴賓前來跟大家拜年 簡單這樣說一下 就是邀請大家